從遠處看過去 還在興建的新竹縣立總圖 被大量鷹架包圍 頂部兩個左右相對的鋁材結構 引發誠意 因為不少人說 怎麼看都很像鐵皮屋頂 就是鐵皮屋啊 台灣的特色 這個金額實在不符合 這樣的呈現方式 我自己是覺得還好 而且我覺得它整體的色調 其實跟周焦環境還算OK 然後我覺得可以等它正式完工的時候 再來一起做評算 在世界各地我們台灣 所有做出來的都非常漂亮 而且非常耐用 而且符合減碳的一個作用 為鐵皮美感如何簡仁見智 不過議員還點出 就連位在竹北的歷史建築 焚洋堂的屋頂居然也用鐵皮 新竹縣府哪時候刮起了鐵皮屋美學 在過去看到有鷹架的時候 然後以為這個現在的屋頂 其實是一個暫時性的結構建築的感受 但是結果當鷹架拆除之後 他原來還是長這樣 那大家就非常的惶恐 雖然縣府表示那只是暫時修繕 但這麼巧爭議爆發沒多久 負責主導的文化局長張忠耀 卻傳出請辭 張忠耀曾任新竹縣正峰處長 從事正峰工作30多年 今年1月31號接下文化局長職務 財任職不到一年就申請退休 這沒有關係啦 他本來就是因為身體 這個這個身體的健康很重要 如果沒有體檢他不知道身體上 有這個心臟的這個血管底塞 我非常不捨 但是這個身體的健康我不得不整他辭職 縣長親自出面駁斥請辭和鐵皮屋縫波有關 強調就是張局長健康亮紅燈 至於他的遺缺 將由副局長站帶 明視新聞黃照康 幸福報導